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伍仪去了一趟河北石家庄 那边有一个镇定古城 我们去秦皇岛 去了故宫 颐和园 颐和园 婆婆 天坛 天安门广场 热门景点 去了沈阳 去了中街 去了博物馆 还有那个西塔 河北藏山 天津 南太行山区 就是在山西的临川县 近城是临川县 我们爬山 然后徒步了两天 一共徒步了35公里 人多 人多 去哪儿都是看人 因为去秦皇岛看那个海嘛 海菜上秘密麻麻 全是人 累 不是在堵车 就是在堵车的路上 景点还没玩到呢 这一天时间全都用走路上去了 那微信朋友圈起码部署第一名 又爽又累 去了以后看到了很多名胜古迹 特别的好 然后那个 但是呢 路途又特别的辛苦 开心吧 因为很长时间也没有出过门 现在这个大家都可以随便出门之后 就是迎来第一个五一的假期 所以能出去玩也大家都挺开心的 比较随缘吧 抢不到票就去别的地方 比较随缘 本来是想要去日照的 但是就没有抢到票 所以去了比较近的 因为天津跟北京离得比较近 所以说车比较多 就比较好抢 过瘾吧 因为我比较喜欢徒步 然后我们徒步了两天 然后很累 但是也很很爽 久违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 这么浓厚的节日氛围 这么多人一起出行 一起游玩 门票需要抢 很多人可能感觉都没有抢到门票 我们去天安门看升国旗的时候 有很多人他可能大老眼赶过来 但他没有约到门票 原路被劝回了很遗憾 我们都是熬夜抢景点的票 熬到深夜凌晨 景点有点太相同了 千变一律全是看海 没有吃到自博烧烤 但是吃到唐山烧烤 然后也算是另外一个打卡成功吧 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挂闭公路 然后给关闭了 我们就只能绕远 然后多走了数据公里 还是很爽 因为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隧道 大概有一公里的山体隧道 还是很有趣的 好玩的当然就是走着走着 遇到了那个 遇到了本来没有打算 就是要去的景点 比如鼓楼就是 我还都挺开心的 我一般不记不开心的 今天上午坐车的时候 在车站等车 因为人比较多 车站比较小 所以车站里边的服务人员 就提前让我们先从车站出来 然后在外边等 然后也会去引导我们 去找各自的车厢 这个也是头一次遇见这种车 大家的好热情哦 那就笑往自由 所以这大学生都往外面放开 对对对 比较激动嘛 对挺激动的 挺激动的 特别是跟很多人 一起在天安门五一当天 看生国情的那种激动 那种激动 那种爱国情难以言表 难以言表 有很多大学生和我们一样 大家都出游 对很值得 感觉到了这个经济的一个蓬勃发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个城市的 这个活力 然后也都充分调动起来了 大家都想 也是可能想出去放松一下 或者是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氛围吧